接下来说明的是几个名词 第一个名词就是溶点跟沸点 溶点就是溶化的温度叫做溶点 固态变成液态叫溶化 反过来液态变固态叫做凝固 那叫做凝固点 通常这两个温度是同一个的温度 相同的温度 那么另外叫沸腾的温度叫沸点 等一下会讲什么叫沸腾 沸腾的温度叫做沸点 反过来气态变成液态叫做凝结点 也一样通常这两个温度是一样的 所以一个名词叫做溶点 一个叫做沸点 然后我们前面教过 纯物质溶点跟沸点它的特性 相同的纯物质有相同的溶点跟沸点 不同的纯物质有不同的溶点跟沸点 所以在定的纯物质在压力之下 通常我们都讲一大气压 溶点跟沸点是定值它的特性 所以我们可以靠它来辨别它是什么物质 所以我们前面就跟各位讲过的事情 沸腾跟蒸发 刚刚跟你提到说气态有两种 一个叫做蒸发 一个叫沸腾 它们有一些不一样 它们都是液体变成气体 但是有一些不同 第一个沸腾是有一定温度的 叫做所谓的沸点 它在沸腾的时候会沸腾 蒸发没有一定的温度 只要它是液态的 只要是液态的 任何温度它都会靠着蒸发变成气体 所以沸腾有一个温度 蒸发没有 那么蒸发只有表面的 蒸发只有表面的液体 气化 如果沸腾假设我们做得非常美好 理论上是全部的全部的液体 内外表面跟里面都要会变成气态 所以整个都会变成气化 再来就是蒸发没有泡泡 沸腾有泡泡 就是你变成气体的那个气泡 沸腾是有气泡 蒸发是没有气泡的 那么家里面晾衣服 要把衣服晾干 就是你的水蒸发出去了 任何温度都可以蒸发 所以室温高低都可以变干 只是温度越高干的会越快 然后你晾衣服的时候 不然一样就会扑扑扑扑扑扑扑出来 因为蒸发是没有泡泡 不是没有泡泡 OK 就是蒸发跟沸腾的意思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 刚才讲过 温度跟压力会影响它的状态 所以就是温度跟压力会影响我们的熔点跟沸点 一般的情况之下是压力越大 沸点就会越高 压力越小 沸点就会越低 熔点也是一样 熔点一样 再仔细跟你讲冰的这个特别的状况 所以一般而已也会这样 所以这会扯到什么 扯到怎么在山上水都不容易煮开 在山上东西都不容易煮熟 在山下100度才会沸腾 到山上80度就沸腾 所以水容易煮开 但是因为你在山下100度泄水在煮 到山上只有80度在煮 所以东西不容易煮熟 类似要问的数就跟胎有关心 就是跟这件事有关 压力大 沸点高 压力小 沸点低 这件事有关心 那么所以山上煮开水容易煮开 因为沸点降低了 但是米饭不容易煮熟 因为你在山下是100度气的水在煮 在山上是80度气的水在煮 所以不容易煮熟 所以压力多 因为可以压力很大 所以可以把沸点变高 所以在平常是100度气的水在煮 在压力锅里面是120度气的水在煮 所以东西容易煮熟 可以比较快顿烂 那么到了医院就更大的压 它温度会比较更高 它就可以杀菌消毒 然后把细菌杀光光之类的 因为它可以用很高的温度去煮东西 所以达到杀菌消毒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好 那个就是升华跟凝华 刚刚讲过了 直接从物体变成起理 这样做升华 反过来叫做凝华 台湾有一些就把它两个都要升华 我们做这个不好 那么像这些智慧升华的干冰铁 张老丸跟奈丸这些东西是会升华的 会升华的 平常会考的有干冰 干冰干冰 那么以前会问到点 你会问到点 现在比较少问了 张老丸跟奈丸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作用 但是张老丸算天然的 奈丸算是人造的 它都会有升华的现象 直接从固态变成气态 因为以前常考点 上面给你写了 紫黑色的点固体 点晶体 然后加热会变成紫色的点蒸气 你以前常问了 现在也比较少问了 叫做升华跟凝华 了解一下 那么还有一个其他状态 课本上介绍了一下液晶 说这液晶很特别 它又不太像固体又不太像液体之类的 那有人把它叫做第四态 这也是错误的讲法 因为在远在易经发现之前 我们就有所谓的第四态 渐疆态 那如果你长得比较高深的学问 它有不同的讲法 就不要理它 反正就是说 除了固态 义态 气态之外呢 还有别种的状态 这种状态 就看一看了解一下 就是跟各位介绍一下 一些名词了解它的意义 就这样 OK